朋友们给大家看看我昨天说的这个麦克风 这个一拖二的 等一下我们看到底怎么样啊 你看我打开一拖二就这样了 等一下我就用这个无线的 然后呢跟大家做一期节目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又在楼上跟大家说 从早上到现在一直下雨 现在也是下毛毛雨的啊 大家可以看到后面的山特别的朦朗 山朦朗水朦朗 对有的人来说这样的画面非常的浪漫 可是对我没有 今天呢我第一次呢用这个无线的麦克 跟大家通话 这是我在某拼上面 花了一般三十五块钱买的 想看看到底它的质量怎么样 我估计呢应该是不错的啊 咱们今天话题有点严肃 首先我想说的是啊 有一期节目已经做过了 就所谓中国间谍气球这个事件 目前呢这个事件一直呢被西方 可以说越吵越热 德国媒体比如说吧 已经正式呢已经去掉那个所谓的引号 其实从开始就没有用那个引号 他们直接用间谍气球这个词 也就中国间谍气球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事实 虽然我们知道这是纯粹的那个假新闻 可是呢西方媒体连这闭脸也不要了 直接呢假新闻就变成了真的新闻 西方的假新闻可以说通过这个所谓间谍气球事件又达到一个新的高潮 德国自民党也是德国现在这个红绿灯政府的执政党之一了啊 他负责外交事务的一位政客昨天说 德国必须做一个所谓的针对中国的压力测试 看看德国到底对中国有多么依赖 他说北京这个对权力欲望越来越高的政权 越来越对西方具有威胁性 我都不知道这威胁性到底在哪里 我觉得哈这个中国政权的存在本身呢对西方就是一种威胁 那就说明呢西方也太软弱了对不对 西方不是说自己的那个制度啊多么强大吗 那为什么北京的政权的存在对西方来说是一种威胁呢 这个逻辑我真的不懂 所以呢他呼吁啊德国还有西方必须呢 针对中国做一个所谓的压力测试 看看德国还有西方对中国到底有多大的依赖性 这个喊依赖性啊或者是去依赖性已经喊了很久了叫德国 我觉得德国的每天每天都在报道所有对中国的依赖性 对中国依赖性既然那么想减掉或是减轻减小对中国依赖性 那你德国应该迈出第一步啊 不要说老实说对中国去依赖性 可是呢对中国的那进口却越来越多 德国2022年从中国的进口的价值增加了37% 这难道是针对中国去依赖性的行为吗 不刚刚相反反而德国呢对中国的依赖越来越高了 对吧这进口量突然就增加了三分之一还多啊 差不多四成 德国自民党负责外交事务证明政客啊 还有加上德国绿党也是德国执政党之一啊 这些德国政府啊特别积极的配合 他的主子就是那个丑国来反中 这点呢让我作为德国公民虽然是华人 德国公民呢感到非常失望 其实呢我心里非常愤怒 可是作为一个小国公民 我什么也做不了 所以呢我只能做一些节目来揭露德国的政治 还有德国那些有些的人到底对中国是怎么样的 怎么样充满敌意的对吧 我觉得让我们这些对德国特别抱有友好态度的中国人 能够对德国少一些崇拜 少买德国一些产品 我觉得这是我想达到的 否则我觉得太不公平了 一方面中国人对德国特别有好感 可是另外一方面呢 越来越多德国人对中国有敌意 难道你觉得这是公平的吗 我觉得中国人真的不能热脸贴在冷屁股上 可能我今天做的不太符合中国政府 想在西方国家多交一些朋友这样的政策吧 但是我觉得哈 我真的不能眼睁睁的看着 咱们中国人对德国那么友好 可是呢德国人对咱们中国人 或者是德国政客 还有德国媒体 对咱们中国人对中国政府那么有敌意 最近的国际新闻啊 让我对中国的前途非常的忧心 比如说前段时间 你看那个丑国又颁布了特别严厉的制裁令 就是完全要把那个中国的华为打趴下去 他这个制裁令是这样的啊 丑国还有他盟国那些公司 完全禁止向华为提供任何的软件硬件 就说要完全断供华为 那么今后比如说华为的手机应该是没戏了啊 那么华为的其他的业务呢 可能也会受到不小的影响 我不知道华为的那个5G这个业务 比如说基站啊 还有5G系统啊 在国际上会不会受到影响 因为我不是那个理科人员 所以在这里呢 我就不深入了 我觉得应该在人类史上呢 前无仅有 对不对 一个国家 而且号称世界第一强国 专门针对一家公司 而且是一家中国的公司 被制裁被打压已经5年了 还没有被搞死 还没有被打爬下去 就说明啊 这家中国华为有多强大 对不对 虽然我们每个人能够做的不多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呢 从自身做起 能够支持中国公司 就支持他 不知大家相不相信 反正我是相信啊 以丑国为首的美欧西方 我认为他们想 尽可能的与中国完全脱钩 当然做不到百分之百 但是呢尽可能 以前我也说过 就是美西方 还有中国 之后呢 可能这个地球啊 会分成两个不同的体系 不管是政治体系啊 还是经济还是科技 因为目前看来 以这个丑国为首的 他们是从自己做起啊 当年在德国读大学的时候 不是号称那个全球化吗 这个全球化 也是由这个丑国发起的啊 可是呢 这个去全球化 也是一个是从特朗普时代 又是从丑国发起的 对不对呢 对吧 对他有好处的 全球化 他就呼吁啊 然后呢 号召全世界 对不对 现在他处于下风了 中国崛起了 对他没有好处了 然后呢 他就去全球化了 符合他国家利益的 他肯定会做 不符合他国家利益的 不管你外部世界怎么看 他就不去做 而且走回头路 这个去全球化 就是走回头路 与中国脱钩 其实呢 也是走回头路 我百分之百认为啊 不管是中国政府 还是中国人民 绝对是希望 继续全球化 绝对是希望与 丑国 还有西方国家 交朋友 继续像原来那样下去的 可是啊 西方国家 不愿意看到中国这样崛起啊 还是与他们这个宗教有关啊 因为一神教 导致了他们的思维局限性 他们认为呢 只有一个赢家 而没有双赢这个概念 也就是说 在他们眼里 这个世界的蛋糕 就是那么大 你中国起来了 你分了蛋糕 那咱们西方这边 他蛋糕是不是变小了呢 对吧 一神教就这样的概念 所以他们认为呢 中国是赢的 而西方呢 肯定是输了 没有办法 所以他们才 可以说丧心病狂的 现在正在疯狂的 去中华 与中国脱钩 没有办法 他们要这么做 而且目前 总体来说 每西方国家 加在一起的势力 肯定要比中国更强大 所以啊 今后中国的路 会非常的艰难 需要全中国人 真的啊 齐心协力 才能够迈过这个坎 如果迈过了这个坎 那前面的路 就非常的光明了 所以当下 对中国来说 对中华民族来说 最重要的是 稳定 真的 稳定是压倒一切 绝对不可能出什么乱子 如果是国内有些 不明事理的年轻人 还有那些恨国党 如果真的配合西方 在中国搞什么 什么这样的运动 那样的革命 那今后中国的前途 真的非常堪忧 说真的 我心里还是比较担心的 说到与中国完全脱钩 有一个例子 比如说最近啊 以丑国为首的 他拉拢日本 拉拢荷兰 对不对 一起搞一个所谓的 什么龟铁木 就是说与中国 在所谓的光刻机方面 完全切断 不准提供任何的光刻机 给中国 一个是EUV光刻机 另一个是DUV 氢润式光刻机 这两种都不能提供给中国 接下来 中国完全没有 这样的光刻机了 那怎么办呢 对不起 我不是科技人员 据我所知 中国目前能做的是 28纳米的光刻机 也就是说14的 什么7的等等 完全没有能力 也就是说 在接下来这几年 如果中国研制不出 这高端的光刻机 那中国可能在很多 高端的产业方面 会遇到一些瓶颈问题 不过我还是相信 时间问题吧 中国人非常的聪明 中国人的那个智商 是全世界最高的之一 所以我完全不担心 中国人有一天 能够制造出 比西方更先进的光刻机 而且我听说 像中国的华为 还有其他的科技公司 可能正在开发 另一种所谓的光刻机 反正与现在的这种EUV不太相同 欧空局的多位高级官员突然表示 该局没有计划将欧洲宇航员 送往新建立的中国空间站天宫 至少中短期没有这样的计划 这足以证明该局将不再致力于在不久的将来 与中国合作进行早人航天任务 欧空局局长Yosef Arshbacher 周一在巴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我们既没有预算也没有政治绿灯 也没有参与其他空间站的打算 也就是参与中国空间站 2011年某大国的国会禁止NASA在未经明确 事件授权的情况下 与他的中国同行展开任何形式的太空合作 所以中国在发展的路上真的非常的坎坷 还有另一方面我觉得美欧西方 以这个丑国为首的 可能会拿字节跳动的抖音海外版 也就是TikTok开刀 因为据TikTok自己披露 2022年TikTok在中国之外的海外 有超过10亿活跃用户 而且他们大部分60%以上 都是29岁以下的年轻人 影响了中国之外的 比如说以西方为主的整整一代人 我相信丑国肯定注意到了 也就是说这个TikTok可以起到 他们认为宣传作用洗脑作用 如果大家用过TikTok 你可以看到在TikTok这个平台上面 有很多他们的博主播放一些 从我们的角度来说 是日常的中国人的农村的城市的生活 而从丑国还有西方 其他所谓的发达国家的观点来说 TikTok上面的内容 关于中国人的内容太正面了 所以他们担心他们自己的年轻人 刚才说了 他们整整一代年轻人 29岁以下 他们担心被洗脑 也就是说对中国这个国家 对中国这个体制 对中国这些人民有好感 他们肯定是不愿意看到的 对吧 否则多年来对他们民众的洗脑 就失灵了 因为在TikTok之前 西方的民众只能从他们的报纸 从他们的电视 获得关于中国的消息 所以大部分都是负面的 对不对 而现在有TikTok 而且有10亿的用户 可以直接获得关于中国的那些新闻 获得中国的信息 你说这个丑国为主的西方 难道他们能袖手旁观吗 我觉得对TikTok的打压 追杀是迟早的事 大家还记不记得 在特朗普时代 应该是在2020年左右 其实已经差不多了 对这个TikTok的打压 后来呢 不知为什么还是放过了 不过随着这个丑国为主的 美西方与中国脱钩越彻底 那么这个TikTok 它的前途真的越来越令人堪忧 不过这对我来说 没有什么直接的影响 我只是觉得我感到非常的惋惜 因为目前看来 关于对中国的报道 只有这个TikTok唯一的窗口 能够稍微正面报道一下中国 或者是真实的报道中国 而如果这闪窗被西方关上以后 我觉得非常遗憾 不过这些不是我们一个小民 草民能够影响的 我只是觉得非常的可惜 中国要想屹立在这个世界 真的是太难了 处处受到打压 我都为中国感到非常的不平 所以我要站出来说话 我不仅担心中国字节跳动的TikTok 在海外可能被关停 我还担心今后在国际上 在欧美国家 所有有影响力的中国公司 我认为不管你有没有与政治有关的 都会受到欧西方的打压 这个无庸置疑 因为这些公司他们会认为 会帮助中国政府 来使中国国家强大起来 威胁到他们的霸权 那么他们的打压 从他们的角度来说 肯定是在情理之中了 所以这些企业今后在西方 可能日子会越来越不好过 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这个俄乌危机 美欧西方 特别以北约这些国家为主 他们形成一个统一战线 来对抗俄罗斯 那么对待中国这个更强大 他们认为的敌人 而且很快可能从经济上 会超过这个某大国 第一大国 这个丑国 而中国会可能很快就变成第一 美欧西方可能会形成更大的统一战线 因为人种的原因 因为文化的原因 可能他们的力胜一致的 所以今后不管是什么五眼联盟 六眼联盟 还是什么北约 所有这些美欧西方的国家 可能会形成一个强大的 反对中国的联盟 包括什么日本 韩国也可能在内 韩国可能稍微收敛一点 但是日本也可能是身不由己 比如说这个所谓的硅铁木 对吧 就是所谓的光刻机 日本这个国家其实挺悲催的 他身不由己 也许他心里真的不那么反中 可是又不得不听他主子的命令 那个丑国把那个刀子都架在日本的脖子上 那你日本还有反抗的能力吗 对不对 同样的德国也一样 目前看来 这个反中联盟还没有完全形成 但是正在形成当中 美欧西方会形成一个闭环的体系 也就是说尽可能把中国排除在外 因为他们认为是西方把中国养大了 养强了 而他们坚定的认为 如果没有西方的技术 没有西方帮他们的忙 那中国肯定会又一次衰落 所以中国只能靠自己了 然后在全世界其他国家 没有西方的那些国家广交朋友 通过中国不断的更营 已经更营了现在几十年了 而且成果也越来越丰硕 西方其实我觉得也不可能完全与中国脱钩 即使完全与中国脱钩 我一直坚信啊 中国有14亿人的大的市场 还有全世界除了美西方之外 美西方加起来就是10亿人口 对不对 全世界有大概有80亿 中国有14亿 那还有56亿人啊对吧 减掉什么这个印度 他不知道是不是中间派 我不知道 即使减掉14亿印度人 那还有42亿对不对 42加上中国的14 还有56亿人啊 也占全球人口大多数啊对不对 所以其实呢 没有美西方 中国照样 如果是你能够把握这机会 能够占领这个全球那么大的市场 我认为呢 中国的前途照样是光明的 真的 我们中国人 应该是对西方丢掉幻想的时候了 朋友们 接下来这些年 是中国复兴最关键的时候 我们中国人 还有海外华人 一定要齐心协力 同心同德 让中国这个民族的复兴 能够早一点实现 绝不能让西方 制解中国这 阴谋也好 阳谋也好 绝不能让他们得逞 如果让他们得逞了 那中国的民族复兴 永远不可能实现 所以今天节目 也是与大家共勉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